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且是在不自由的状态底下活着 我们看到张学良年轻的照片 这是张学良 再看看张学良老去以后的照片 有一点跟我聊很像的 就是他戴的眼镜是有颜色的 看到没有 我戴的眼镜也是有一点颜色的 他跟我是同乡 我们所谓同乡 是指东三省的同乡 我是吉林省人 可是因为我身在哈尔滨 现在也算是黑龙江的人 张学良属于辽宁人 就当年叫做凤天省 所以他比我们更接近南方一点 我在上次节目里面谈到了一位香港的有名的绅士 他是第一个被英国人分爵士的 叫做河东爵士 我曾经跟大家提过 在1931年9月18号的晚上 张学良请河东爵士听戏 听戏的过程里面 张学良的副官走过来跟他的耳边讲话 等一下又过来跟他讲话 张学良就跟河东爵士打了个招呼 然后就离席 离开了这个戏院的第一排 结果呢 一直没有再回来 弄得河东爵士非常的不高兴 我是你的贵宾 你是我的主人 怎么主人放了歌子 放了贵宾的歌子 你请我来看戏 怎么你太溜了 你叮了 怎么回事啊 后来他知道 当天晚上发生了九一八事件 东北的沈阳 张学良的部队被日本人打 张学良听凭蒋介石的命令命令 对日本人不抵抗 所以军营有北大营被占给了 当天晚上发生了大的情况 这就是河东爵士 大家看这位 他有洋人的血统 他是河东爵士 河东爵士 不但是在民国以后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 有名 他在中华民国成立以前 就有相当的地位 他在香港地区 第一号的重要人物 当年康有为 在戊区政变以后 到海外流亡的时候 河东爵士 曾经帮过他的忙 康有为 曾经写了一段话 来感谢河东爵士 这段话一直藏在 河东爵士的儿子 河实力将军的手里 河实力将军把这些字 这些话 最后送给了台北的故宫博物院 在他临送去以前 我有一个机会 得到了副本 这就是康有为这个字 大家看康有为 这个字写得很霸道 写得很气魄 他讲的怎么样逃出来 然后得到了河军 河军小生的 慷慨地援助他 这就是河军爵士 所以他写这段 这个东西呢 袁建现在在台北市的 故宫博物院 这段话呢 是在康有为 在光绪24年9月 康有为 九对手 九次磕头 来写 写的这段话 感谢他 下面这张照片 我曾经公布过 告诉大家 这就是河军爵士 他的儿子 河实力将军 河实力将军 他是在法国念军校 在英国也念军校 非常音乐的一个将军 可是那他看起来像这个杨人 因为他有外国的魂血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他在国民党的政府底下 虽然官拜中将 所以看起来呢 有点杨人的血统 大家再看 这就是河实力将军比较老的时候 杨人的血统 河实力 这个就是河实力将军的名片 这个呢 是他写给我的 这段话呢 是在1982年 他写给我的话 然后呢 我这边呢 有河实力将军 跟我的一些信 为什么呢 我劝告他 来劝告张学良一点事情 我劝告他什么呢 为什么 为什么 透过他 来告诉张学良 李敖要说的话呢 因为 河实力将军 当年是张学良的副官 等于天生的副官 为什么 河实力将军 他的广东人 跑到张学良的东北军里面 并且能够得到张学良的重用呢 一方面 因为河实力 他的爸爸是河东爵士 第二个原因 是东北张学良的这些部队 他们的重用很大 所谓东北军 事实上 也吸收了外省英秀人才 跟他们一起来做爱国的工作 当年 河东爵士 就把他在英国跟法国 受过军校的河实力将军 当时他还不是将军 送到张学良身边 他 张学良在他重要的军事职务的时候 他不要做 他说我愿意从基层干起 就从排长干起 排长 连长干起 所以他从基层干起 他跟我说 他第一次含口令的时候 立正啊 少西啊 东北军的校 因为是因为他的口音里面 有广东的口音 大家听了都笑 后来 张学良就提拔他 做了张学良的随身的副官 所以呢 他跟张学良的关系 非常的深 我再讲一遍 何顺利将军 因为有外国人血统 又因为他是英国法国 军校毕业的 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他做了中华民国 中国日代表团的团长 换句话说呢 当时军方跟美国的 麦克阿萨元帅 有任何来往都透过 何世里将军 外国人 尤其是英国人 美国人 他们眼里的 国民党的将军 是无人的 是腐败的 可是 他们觉得何世里将军 是非常优秀的 当蒋介石 在四九年 流亡到台湾的时候 蒋介石首架 就是跟蒋介石的妈妈 有一个系统的 就是毛太夫人 王太夫人有系统的 也是跟蒋介石的妈妈 有系统的 毛夫人有系统的 这些人 都是蒋介石所重用的人 其中有一位 叫做毛帮初将军 他是替蒋介石 在美国搞武器的 他把蒋介石的钱拐跑了 所以弄得满城风雨 大家都觉得 蒋介石手下的将军 贪污无能腐败 后来有一件事情 蒋介石希望 美国人 跟他同意 同意他去做 美国人点名 要何世里将军出来 他们才肯 蒋介石就把何世里将军找来 说无论如何 你要帮我忙 你不去 跟美国人谈判 蒋介石就问何世里 你有什么要求没有 何世里将军 他说的很委婉 说等一下 我把我的希望 告诉总统府历史长 张群 张群 后来跟何世里见面 何世里提出来 一个微谋的要求 说我现在愿意到外国去 为蒋介石做这件事情 可是我希望你们答应我一个条件 就给我一个机会 看看我当年的老长官 张学良 被蒋介石远近的 关起来的 时代自由的张学良 当年他是我的老长官 我希望你们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看看他 这句话提出来以后 大概是经过 他们有20多年跟我们见面了 他希望能够见一见 蒋介石同意的 他说好 那天他到了张学良的家里 旁边的那些看管张学良的人 就拿出来录音机 那路 何世里跟张学良的对话 何世里把手摇一摇 就拉着张学良的手 一起到了ROMS 在花园里面 两个人谈了话 就是不让他们录音 当然他们也无法强迫来录音 就有这么一个经过 何世里就告诉我 当时他已经 二十几年 没有见到 失掉自由的老长官 张学良呢 有那个机会 才看到他 后来蒋介石 要放松了 张学良 就是免许他跟几个人来往 其中一个人 就是何世里 何世里住在我家的楼下 张学良 常常会过来 可是我没有见到过张学良 我写的一封信 给何世里 请他转告张学良 我的心里面一段话是说 我说什么呢 我说汉宫在满朝 整个的蒋国那两天下 司律型 大家都是蒋介石 那个身边的 就是亲信的时候 勇于做燕子的型 而装大意 就是他指向事言事变 如今改朝换代了 敬白头宫里 不谈天保 古董山人 巨化晚民 汉宫 张学良 张汉清 汉宫此举 非私利行而合 汉宫不赴蒋氏 却有赴自己 对他对自己对不起 有赴东北死难军民 有赴西北 杨虎城诸同志 甚至有赴蒋氏 简直是刀杀之小女孩 因为杨虎城的 被杀 被杀的时候 还有小女孩的被杀了 直到今天 张学良 汉宫 又不肯为蒋氏 凶残 发一言 为死难难 你问一词 而为他与蒋氏 情同处子 世道 只谈这种情况 这种大意标准 岂不太可贯了吗 我理由 我爱汉宫 切对汉宫不取烈 中国大义国文化 如此道也 就是说 我请何时离 转告张学良 你应该白根讲这些秘密 你请你给我讲过来 张学良 那些事情对我不满意 所以呢 才说 燕雀安置 猴骨之志 你主要是个小麻雀 你不晓得我们这种 猴骨在天上的这种大鸟的 志向 所以还要拉哭我 后来 何时的将军就回了我一封信 就这封信 就是给我这封信 这封信写的很长 所以从来有一段还特别担导 九一八之夜 九一八之夜 大家全说静传汉宫 与电影明星蝴蝶一起跳舞 却为了污蔑之词 为什么呢 因为当夜 当天晚上来是 辽西水灾筹款演戏 张汉宫亲自鼓励捐款 并且邀先父母 合同学士做客 且请英国大使夫妇做陪 你当时做得很清楚 后来呢 知道沈阳电话 结果呢 汉宫方离席 且一去不回 也没有任何交代 因为那天晚上九一八事变 先言我爸爸 以期毫无礼貌 非常不快 可是呢 到第三天看了报纸 他知道发生了不幸的大事 当时为何不抵抗日本军队 现已真相大伯 看到没有 什么严议呢 蒋介石的命令 所以呢 张汉宫 所以后来呢 他就一直 这个 这个 很合适里呢 就回我这封信 告诉我 说是 张汉宫的运行形势呢 有去特别读心的 这个地方 他说呢 你你要劝张学兰的话 既然你在你的报纸 求是报上面 公开登载了 他认为 合适里认为 汉宫呢 应该已经看到了 所以呢 他说这个 这样去张学兰呢 自己会有一个选择 这就是 这个 合适里后来又有信给我 所以我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情况 后来 合适里死了 死了以后呢 他 不盖国 不盖国旗 不盖台湾的国旗 为什么呢 他也觉得 他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他不要求台湾 给他盖国旗 看到没有 并且呢 他死的时候呢 还是国民党的 国策顾问 最后呢 看到没有 我前中义军代表团团长 合适里将军 定是香港 我跟他 合适里并不熟 只是邻居 可是我必须说 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军人 虽然也扯男女关系 我看到一个资料是说 当时有一个中文的日本电影明星 叫做山口叔子 就是中文的名字叫做李湘南 他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曾经在文化上和宣传上 拍电影上面 不断的被日本军民宣传 所以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他可能变成战犯 后来 李湘南去看合适里 当天晚上没有出来 话说话说呢 两个人睡了一觉 睡了一觉以后呢 从此就不是战犯了 所以会有这种事情啊 所以核实李湘南的优点 我也说 他的缺点我也说 我告诉大家 我里来的本名 就是告诉大家 我都用很多资料 来讲出真相来的 不过大家看看这个东西 什么东西啊 这就是核实你的日记 到了我手里 大家知道 很多资料 大家看到这个日记的写 看到吗 他的日记 一天一天的啊 都是赶在这里的 看到没有 这就是详细的日记 尤其这一段 就是当迈克阿萨元帅 跑到台湾江九九十的时候 他跟何时李 做同一个飞机 所以这些名单 这些将军们的名单 都是何时李 都把它写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 他怎么样的跟迈克阿萨 到了台湾 跟蒋介石 开这些秘密会议 其中最有趣的一段 我可以告诉大家 当时迈克阿萨元帅 在韩国战争 韩战一开始的时候 就要叫蒋介石 派部队到韩国 到高丽去打杠 蒋介石高丁要死 就有东西机会 可以在美国人的支撑 和援助之下 跟美国人挂钩 也许有机会 能够活在大陆 可是蒋介石 下面一个决定 就是错误的 什么呢 他觉得 我应该拿撬 我应该要条件 应该美国人 给我什么条件 我才派军队上去 结果 这样一讨价还价 机会是到了 所以从此 蒋介石的部队 就没办法到高丽 没办法 参加这个战争 所以何时李 后来把这个故事 告诉了驻美大使 当时台湾的驻美大使 顾于军 顾于军 特别写在回忆录里面 告诉了这个 什么 我们什么 告诉了我们什么 告诉了我们 蒋介石 这种民国式的 做生意的方法 民国商人 做生意的方法 就是 紧要关头 他忽然 要晓得 利益 要讨价还价 不是所有民国人 是这样子的 尤其民国商人 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看得很清楚 当时蒋介石 如果 二话不说 你麦克阿萨 元帅一通许我 我立刻 部队就开上去 造成事实 我们部队 到了韩国 整个的情况 不一样了 讨价还价的本钱 也会增加了 可是蒋介石 很笨 在麦克阿萨 提出要求 台湾派部队的时候 蒋介石 趁机 讨价还价 结果呢 把一个黄金的时间 对冬的时间 给耽误了 所以历史上改写呢 有时候 历史改写呢 常常就是一念一间 那一念 就是蒋介石 忽然贪便宜爱小 小气巴拉的 出了问题 像这些事情 我们在 何时里 这些预计里面 在他给 公公的这些 这些这个谈话里面 我们才得了忠项 这就是 我跟大家所说的 为什么我们 都要知道这麽多 我会很有心机的 很细腻的 找到 资料 有的资料以后 才能够讲出来 我们为什么有 精彩的见解 如果你没有这些资料 你会想 这个细节的部分 你不知道 你怎么想到 原来是因为蒋介石小气 所以失掉了 参加朝鲜战争 参加韩战的机会呢 所以 一使用些偶然的因素 偶然的因素 在 永远之间发生的时候 就会 影响了这个历史 我特别举出这个资料 给大家看 谈装绝粮 去面谈到的 何是李将军 这里面有一些 动物文的故事 接下来 请观赏 边说边唱 以及动物爱心日记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